春天养多肉最烦的就是这个多肉招虫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戒壳虫啊牙虫啊 鸡马啊什么白粉丝小黑飞 通通往这个多肉这里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给我们的多肉呢 去做好这个防虫的防控 避免我们的多肉啊 被这些虫子一窝蜂的来侵袭 那么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花盆里面呢 给它撒上一勺这个孵虫肝就可以了 这个孵虫肝呢 就是一个强效的广谱的一个防虫杀虫颗粒 它是颗粒型的 直接撒到这个花盆里面去就可以了 在接下来的60天之内呢 我们都不用担心这个多肉会有这个虫子的问题 大家看呢 我这盆呢 已经是在大概是20天之前呢 已经是撒了这个颗粒在里面 白白了 这个就是了 你看我的多肉现在呢 是没有什么虫的 非常的干净 所以呢 大家在养多肉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虫的工作 不要让这些虫祸害了我们的多肉 如果你也喜欢养多肉 那么在春天呢 除了防虫之外呢 还要防烂跟防径服 因为这两个呢 也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